我刚才呢又用这个弹幕啊 对这个叶子又进行了多次的分染和照染 那现在这个已经大体的这个感觉呢已经出来了 叶子的感觉 那么在我刚才在分染的时候呢 主要是在这个叶子的这个部位在前面部分染 然后到这用水笔给它渲染 特别是到这个枝干的周围啊 用淡淡的给渲染一下 这样呢会有一个虚实的一个对比关系 你像是它这两片叶子 这片叶子呢就稍微显得实一些 这实是虚 这样呢它有一个前后的关系 好然后呢大家就 咱们现在呢叶子就先染到这儿 然后呢咱们一会儿呢用这个淡淡的胭脂 对这个花呢摆合进行一个分染